古令高龄长者退休后还能够继续发挥良能 在桃园中立有一个乐龄成长团 是由18个社区大楼的爷爷奶奶 还有一些婆婆妈妈所组成的一个团队 每个月团员们都会上课 而这次的课堂则是拉到了慈祭的环保站进行参访 废弃的回收物成了瞩目焦点 乐龄成长团圆到环保站 可不是走马看花要学门道 这个是杂质的杂质 塑胶灰塑胶 这个塑胶 这个应该是我们在家里要填一填是吧 咱们有五大类 可是没有像你们做的这个 对 我们没办法塑的这个 没想到塑胶类还要按照材质再细分 92岁的爷爷也弯腰学 环境教育必须身体力行 爷爷奶奶组成的乐龄成长团 在人生下半场继续发挥价值 大约新闻真正美志工林佳化 徐春胜 吕阿波 桃渊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